现在不仅新能源车型之间竞争激烈 虽然国产SUV当中的哈佛H6 奇瑞瑞虎巴以及吉利博越这些代表车型 现在也是走起了一架欢迎的措施 在我看来他们完全有部署合资车的实力 但是不降也不行啊 就比如吉利博瑞现在豁出去了 新款车型刚上市就降了1万 那些早入手哈佛H6的消费者估计酷晕在了厕所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吉利博越L在外观方面对比同级别阵营可以说完美胜出 尤其是网格式的前脸 再加上贯穿式的灯带 真的是长在了我们消费者的审美上 再加上车身流畅了腰线 更是增强了整车的立体感和高级感 尾部也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环上开出去辨识度非常的高 整车就做工设计来说还是比较用心的 不是还非常的年轻运动化 感觉就是为我们年轻人量身打造了一样 而这管车在刚上市的时候就降一万 到了现在又降了不少 可以说现在超低绝对是一个不错的好时机 官方指导价11万5000几到17万07 入门集完美用会过后 已经跌了10万出头就能够拿下 性价比非常的高 而且作为家庭代步使用 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在动力层面大大的1.5T方向机 匹配7档适时双力和变得香 环丽能够压榨出181匹 牛具能够达290 起步非常的充沛 胖车也是非常的轻松 幻展各式没有任何顿索感 办案盘手感也不沉 转向精准还没有虚位 大家和沃尔沃一起研发的CMA架构平台 安全性好 底盘也扎实 这里的并列效果也不错 整车就驾驶感受方面来说 绝对能够给到你30万级别的行车质感 这也是吉利为什么崛起这么快的主要原因 同时它还有2.0T版本 马力能够达到218 扭矩能够达到325 东里也很强 只不过价格高达245,700 性价比远没有1.5T版本高 百公里一号还能够低止八升 而算下来一公里也才五毛 整车还支持4年10万公里的质保 更是打下了你的后顾之忧 开场达到了4米670 轴距达到2.777 这样的数据和中型SUV一比 旗鼓相当 内部的空间自然不是问题 无论你是最近前面还是最近后排 头部和顶部都能够 腾住两圈到三圈的距离 在下全景天装也很通透 为车内空气流通提供了保障 和紧凑SUV一比 在这方面确实很不错 而且车里的储物空间也非常足 打板下方也有一个相当大的位置 可以放文件等物品 后面箱的容积也非常大 当时能够让你当成华拉拉来使用 而在内饰方面的设计也很出彩 不仅采用了简洁大气的设计风格 细节之处还体现了设计师的用心 以及缝线的工艺 三加哈氛围等等配置 这位车队营造出了温馨舒适的氛围 同时还有13.2英寸中共屏 这件25英寸验镜仪表 受达正常性能 余音识别手机互联等一系列的高科技配置 更是能够让你在行车过程中多动嘴少动手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舒适时尚的SUV 博越L绝对指导仪式 现在价格方面跌着10万 前期入手哈佛H6的消费者 真的是要拍大腿啊 对此你会心动吗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